赛德克族的部落长辈 欧比拉威与德姆路斯 因长期致力于文化传承的工作 获得世界原住民族高等教育联盟 颁发智慧起劳奖 手中借获这样的荣耀 两位长辈心中除了喜悦外 也对年轻族人学习传统文化的努力感到欣慰 由于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中 无法对手忍原住民族传统智慧或知识的族人 有相对应的学位来做肯认 以至于现今在进行各种原住民族教育时 许多具备传统文化知识的族人 学校要拼任为师之时难有依据 因此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同时也是原住民族国际事务中心主任的谢若兰教授 就提议透过举荐的方式 向世界原住民族高等教育联盟来做认定 那我们就是接受了全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提名 包含荣誉博士 包含齐老智慧传承奖 那这一次的赛德克民族议会 他们就提了这两位教授级的老师 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肯认 他们其实他们没有学位 但是传统智慧的部分 他们是比我们这种博士学位的多太多了 颁发这样的奖项 不但对长期从事文化传承工作的主人来说 是一种认证与荣耀 同时也是肯定他们在文化传承工作上的贡献 原是新闻NO 南投仁爱 超榜报导